你幫我 不知道家庭觀眾有試過 看見不應該見的人嗎 惠惠,你有試過嗎 你還沒睡醒嗎 突然說這種話,亂說 沒事,先用口聲 是設計師,別說這種話 但是除了上集說設計 我們今集的主題是你說陰陽眼 對 為何你會說陰陽眼 剛才是說真的嗎 對 我以為你說笑 我認真的 你還沒睡醒 轉了題目 不見… 有人走了甚麼 我帶了一個朋友 就繼續這樣看旁邊 然後看後面 但你真的有特別的禮物嗎 對,因為我想自來 是為了說靈異事件 之前那些是大一帶 對 我們只是熱身 但你是何時開始發現 是多少歲 其實那時候 剛從九龍搬到屯門 那時候只有五歲 我又… 你五歲 我一個很小的小朋友 我經常在家裡 看到一個很暖頭髮 穿白色袍的男人 就躺在我的床上 和衣揮在大門上 會不會是耶穌? 像耶穌,但我小時候覺得他是乞丐 因為那個感覺是… 你耶穌應該… 那些有光在後面 耶穌受難時也很慘 我想應該不是 沒有那種感覺 沒有那種性潔的感覺 沒有舒服的感覺 那你小時候就覺得… 甚麼事呢 然後斬一下 已經不見了 然後再看又沒有 但平均一個星期是見幾次的 是的 還有他在夢中 在跟我追逐的 夢中他是跟你追逐的 對 即是說你五歲的時候 就從九龍搬到屯門 在屯門… 在新屋 在新屋那裡就見到你 甚至乎你… 你清醒的時候見到他 有時出現有時不出現 然後睡覺時就會見到你 後來我就… 我想維持了大半年 你不以為然 或者是眼花 因為小時候你不會… 將他聯想到是… 骯髒東西或是鬼 但不是的 即是如果… 給我自己 可能為了你見到 你也可能會跟家人說 為甚麼我來家多了一個… 我發現你沒有 他媽媽那時候 你知道小朋友 是否喜歡用紅色三角掛著 有一支棋仔的符 用布掛在一起 他就拿去給表弟 我問我可否要一個 媽媽你要來做甚麼 我不知道 我覺得我需要 即是那時候 我有問過這件事 你媽媽就做過那些符 給你表弟的 我就說不如給我吧 即是保平安的 那你媽媽有沒有問你為甚麼 她沒有 她覺得我有氣然 她覺得甚麼都要 但最終有沒有給你 沒有… 但我又想帶開一點 一個課題 就是說 曾經有些朋友都說過 說我們睡眠的時候 其實那個靈魂 其實是離開了身體 就去了遊歷 那你會否在夢境中 看到那位大叔的時候 其實都是 你的靈魂出去了遊歷的時候 就跟他聯繫到呢 我都沒有想到這麼深入 但之後大了 我都試過撞鬼 他又是入我夢的 我覺得我和靈異野 那個接觸點 除了平時看到之外 他們可能我不知道 是否我自己日思夜想 我懶有科學這樣想 可能我又會想起 但他們是有試過報夢給我的 會跟我說一些 說什麼呢 他那時候就是另外一… 我想三、四年前 剛才還未開這間公司 去離開公司打工 那時候我的老闆 就是在葵聰工業街 很舊式的工廠大廈 有一間辦公室 那個辦公室 我去到後 已經覺得不對勞了 很陰的 他們還要是廁所和辦公室 是在外面的 離很遠 對著舊式那些 舊式那些 但又不是很遠的 一條走廊 總之要分享那些 最有趣就是 因為那個梯的單位 其餘那兩個都是大單位 他自己有獨立廁所 只有我們是小單位 所以應該那個廁所 即使在外面 只有我們用 因為他們自己有 所以那條鑰匙 應該只有我們的同事 自己會用 他們那個廁所的視隔 可能這句話要詳細一點 因為我覺得挺恐怖 那次隔是兩格 外面只有洗手 那些次隔就是 上面是空、下面是空 就是像板一樣的間隔 最重要 你在小便的時候 看到你的腳那些 對,沒錯 我們通常鎖在外面的門 你已經開始害怕了 你放在裡面 我們要抱著 抱著一些東西 然後我們鎖在外面的門 裡面的小門都是鎖的 即是兩邊鎖 有一次我去 他去一下 我便聽到有人進來 即是我已經進去 我認為是我的同事 我便說 我正在用誰 那樣沒有人認我 你知道女生去廁所 小便和小孩不同 我們是坐式 坐式 但因為那個刺板不乾淨 所以我是離空 半瓶 對,就像人家扎馬 接著人的頭就砸低一點 因為這樣才能遷就 對,就是那個動作 即是那個槓桿的圓 就是腰是彎的 不清楚 明白了… 然後我突然去緊的時候 我看到有一個影 在門的縫隙上 正在塞進來 在塞進來 對,真的 但她的頭髮是長女生 但她全都扔下來 即是蒸紙 只是影 在下面那裡… 那個洞 是塞進來的,是影 可能她很急 她塞到… 我想… 有兩格 然後我已經很害怕了 糟糕 對,糟了 然後我很快清潔後就衝出去 然後跟我的同事說 即是…我看到東西 但他們知道你本身有這個能力 而且大家都知道那裡有骯髒的東西 因為不只我一個人 那裡是有人自己開水喉 而且試過… 怎麼說呢 有… 我的老闆 我們喜歡噴的顏色 拿些東西噴完之後 拿開的東西 就看到有些繡花鞋的繡花 怎樣… 即是我們是噴色的 好像噴這個杯 噴… 噴完拿走的杯 那杯下面有些繡花鞋的繡花 即是女人來的 因為我們大家都意識的 但那次就很真實地接觸 即是說其實除了你看到之外 你的同事大家都感受到 那我就想了 為何她會有一個影 然後我不知道 我自己會胡思亂想 我懷疑她在上面 你明白嗎 即是有一個影 嘩… 你突然間… 但那個影 她應該…她是否受不了光 那種… 但她的問題是 她的狀態和我們的狀態 她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即是她可以推出不同的距離 我覺得會是這樣 但那次她這樣嚇我 我覺得她也挺有創意 可能她也是這樣 我告訴你 她其實是懂得創作的 對,她也是設計師 威遊影 她設計客人的… 即是如果是Halloween的那些 可以嘗試找一找她 還不只 然後後來… 我在那裡也做了差不多九個月 也很長時間 然後有一晚我睡覺 發夢有個女人 高了我半個頭 那頭我跟她聊天 好像在夢中很友善 但我看不到她的樣子 即是失敗了 穿得古裝的那些 但我又不是很清晰的 古裝 即是瘦花鞋的那種 即是文初的那些年代 對…那些年代 然後她跟我聊天 就說我看不到東西 然後她說你不見了甚麼 不見了頭 結果我不見了衣車 我哪些衣車 然後我立刻在夢中 有另一個畫面 就是很舊式的那些 有個輪子 對,很幼的腰 很黑色的 然後是鐵的那些 然後我看到那個畫面就是她 但她沒有樣子 就拍著她的手 就在那裡套著手巾 那條手巾是瘦得很漂亮的花 我就說你要衣車來做甚麼 她說我弄下自己的作品 即是弄下自己的手拍 作品 我不知道她說的 作品或甚麼 即是好像很無聊的東西 然後我說我沒有見過 即是我很快地去她說我沒有見過 然後她就說你幫我找一下 我真的很想要花 然後我說好,我盡量 懶惰朋友 答應了 答應了 那就算了 夢就記得的 但起身都覺得好夢 對,不以為意 那第二天上班 是第二天 簡直是那一天的早上 回到十一時多 我其中一個老闆回來 就問我 Gino 你有沒有見過我們這輛衣車 甚麼衣車 然後她就在我們經常浸水的盒子 我每天都去浸水 下面有很多雜物 拔出來 拿了一塊這麼大塊 用券的盒子 載著 然後就放在我的桌子上 就在那邊趕下去 一邊開一邊弄 這輛衣車 是我在鴨寮街 有一個伯伯賣給我的二手的 她都說這輛衣車是一整五十年 然後我就說 喂,你不要先開 你不要告訴我 它是黑色 古董 又要帶一個很大的輪子 因為她一開 是這樣的 跟我的一模一樣 真的一模一樣 這件事很邪惡 會不會其實… 我想想 會不會其實是… 那位小朋友 阿熊 阿熊就不屬於那裡 他就跟著那個衣車 不過被你們買了… 我也覺得是 阿熊就跟著那個衣車 來的公司 對,我也覺得是 總之… 而且他沒有甚麼攻擊性 他…應該沒有 然後呢 然後那輛衣車一來到 我一開 我就覺得很害怕 我跟老闆說 你為何把這些東西拿回來 我說,你瘋了 你知道我昨天發了一個甚麼嗎 然後我跟他說 他聽完後就說 不是吧 他說,你問問我們另一個老闆 你跟我另一個老闆說 然後我就說,你們兩個搞甚麼 然後我就跟另一個老闆說 我問,搞甚麼 他為甚麼買了這樣的衣車回來 然後他就說 那個臭小子 自從買了衣車回來之後 那時候你還沒來 我每天都聽到女人跟我聊天 就是在公司睡覺的時候 有女人跟他聊天 他在沙發睡覺 然後我就叫他 你不要讓我再見到這件事 所以他就收藏了他 收藏了他 但大家不敢等 收藏了,每個人都聊天